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吸血鬼 在许多电影里也会有吸血鬼的角色 日常生活中更是有现实版的吸血鬼 例如蝙蝠、吸血鱼、七塞曼等会吸血的生物 然而这世界上竟存在一种叫做卓柏卡布拉的吸血怪兽 比其他吸血生物还要可怕十倍 卓柏卡布拉最早被发现于1995年的波多黎各 有目击者称发现了一种可怕的吸血生物 这种生物身长约半米 皮肤像鳄鱼一样很粗糙 它的脖子和后背全是尖刺 脸上是两只血红又突出的眼睛和一对锋利的獠牙 看着有些像野狗 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来自地狱的魔犬 这种外形猙獰的怪物有一个特点 就是专门猎杀加畜 并把它们的血吸光 卓柏卡布拉的吸血方式跟传说中的吸血鬼一样 它会先将猎物咬一个小口 再通过小口吸血 并把猎物的血吸得一干二净 继波多黎各之后 美国的其他多个州 以及智利、墨西哥等地 也发生过目击者看到卓柏卡布拉的事件 这个吸血怪兽究竟是什么身份 大家越来越恐慌 也越来越好奇 在当地人们认为猪白卡布拉是外星人 遗留在地球的宠物 专门吸食动物的血 还有种说法 使这种吸血怪兽 是美国政府秘密实验的产物 不过后来有科学家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说该生物只是一只患病的动物 继波多黎各种吸血罗